我们来查考马拉基书在描写神跟人的关系 人跟神的关系是根本 好像一棵树的那个根 那个树如果根扎得很深 我们就不怕炎热来到 因为所有的水分阳分都从那个根来的 那人跟神的关系如果好 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因为神有能力 神有恩典 神有慈爱 那这个能力 恩典 慈爱都会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 但是很可惜的 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一点 把神放在一旁 拼命要去追求世界 把神放在一旁 拼命去努力祂的前途 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 生活却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13 第三章13 神说 你们用话顶撞我 你们还说 我用什么话顶撞你呢 我们第六次看到 神跟人对一件事情的想法不一样 神说你顶撞我 那人说我哪里顶撞你 那被顶撞的神当然觉得不舒服 但是顶撞神的人他没有这样感觉 没有这样感觉他就可能会重复去做 那没有这样感觉他可能就不会讲 我对不起 那神觉得不好 那人一直去做 这个关系当然有问题 顶撞跟没有尊重不太一样 没有尊重神跟顶撞神不太一样 顶撞神是比没有尊重更厉害的 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小孩子长大了 但是来到美国小孩子的 对这个文化的了解 还有事情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意见 小孩子会顶撞 当然父亲也觉得不太舒服 但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跟神跟我们关系有什么不同 这个孩子的顶撞 我们当然顶撞本身是不对的 但是有时候比较明理的父母 他会冷静来思想 为什么这个小孩子平常都很乖 在这件事情会这么强烈的顶撞 我想一想可能 这个会帮助父母本身进步 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无知 我们对一些事情不是很了解 但是当神说你们顶撞我的时候 神是没有问题的 神是百分之百的对的 人是百分之百的错 所以当神对我们讲的话 我们的态度有意见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有什么 缓嘴的余地 因为神是一面镜子 我们人很难了解自己 你看我们怎么看就是看到 前面一半 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到后面 我们要站在镜子的面前 没有镜子 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 自己的另外一半 所以其实人对自己是相当的无知 有时候我们常常听人讲 你不了解我 你误会我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 那如果从圣经看起来 也不一定是这样 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谁 是最认识神的人 因为神是绝对的 人跟人相比 有时候很难讲你对我对 这是相对的 没有办法讲你对我对 有时候是这样 但是神是绝对的 所以在神面前 跟他不一样就是错 因为他是绝对的 那我们认识神的话 雅各书说 听道就像照镜子 那看了自己 那这个道就是神的话 那对神的话了解越清楚 我们对自己认识越清楚 因为这一面镜子一照 我们就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错在哪里 我对在哪里 所以圣经才有罪的观念 世界上没有罪的观念 一切都是相对的 五十年前堕胎不对 现在已经对了 十年前同性恋不对 现在已经渐渐被对了 所以这个罪的观念越来越模糊 那当我们到神的面前 这个罪如果没有认识很清楚 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有问题 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 圣洁就是没有罪 所以你们要圣洁 我们要没有罪 要做到没有罪 第一个要先了解 神的标准是什么 然后我们努力去调整自己 跟神的标准一样 那神的标准是什么 两个 第一个他讲的话 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第二个他的本性 这个就是标准 跟神的本性一样 就是好人 就是有神的形象 就是有价值 就是天国的荣耀 跟神的本性不一样 就是没有神的形象 就是没有价值 就是没有荣耀 就是错的 所以神的本性跟神的话是绝对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习了真理以后 我们觉得很感谢神 我们在看世界很多事情很清楚 但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们常常会迷迷糊糊糊糊糊糊糊 这个人这样讲 那个人这样讲 这个国家的文化是这样 那个国家的文化是这样 那到底我要怎么办 我们没有办法抓到一个真正的准则 我们可以活着 那我们现在戴上神的话 这个眼镜一看 什么都很清楚 所以单单这一点 信仰就很有价值 因为神是绝对的 祂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 事情看得很清楚 好 那接下去就是 那什么就是顶撞神 十四节 你们说 事奉神是突然的 遵守神所吩咐的 在万金的神面前苦苦灾戒 有什么益处呢 就是说 事奉神没有用了 突然就是没有用了 你做生工这么认真 没有用了 做生工就是服事神啊 加上一句 真的没有用了 那这个神听起来不是很不舒服啊 比方说 有一个孩子对你很好 你年纪大的时候 他就一直想要怎么帮助你 另外一个孩子说 那没有用了 那你听不是很难过吗 所以这个顶撞神 第一个就说 服事神没有用了 做生工这么认真 他做什么 好 那第二个 遵守神的吩咐 哦 这个没有用了 天天去守安息日 没有用了 方便才去 其他不方便不需要去啊 那我们这个没有用啊 常常引用其他人 你看谁谁谁谁谁谁谁 守安息日 对他有什么好处 好 那有时候我们是指自己的家里的人 你看 你每个礼拜都去杀安息日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工作也没有比较好 你身体也是一样 你居然来做什么 好 那接下去就另外一句话说 在神面前苦苦灾借 有什么益处呢 好 在神面前 你不但祷告 你要进食祷告 这个做什么 没有用啊 好 苦苦灾借啊 进食 本来要吃饭的 不吃啊 这个就是 也是一种境界 自己的欲望 也是 好 这叫做苦苦灾借啊 好 那为什么人会想到说 这个都没有用了 好 看十五节 好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有福了 并且行恶的人得以建立 他们虽然试探神 却得以脱离灾难 15 so now we call the proud blessed for those who do wickedness are raised up yes those who tempt God go free 哦 原因哦 在十五节 the reason is in verse 15 说好 我们看那个很狂傲 根本就没有拜神的人 we see those who are proud who don't even worship God 哦 并且啊 你看他的行为都是很坏的 and you see that in their behavior they are very wicked 但是 他们做的事情都很顺利啊 哦 所以用那个做标准 再来看这个在做圣工 在祭祉手诫命 在祷告的人 都没有比别人好 你要做什么 那没有用 那在诗篇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看诗篇的七十三篇 Let us turn to psalm chapter 73 第三节 verse 3 四篇七十三篇第三节 Psalm chapter 73 verse 3 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想平安 就心怀不平 for I was envious of the boastful when I saw the prosperity of the wicked 这个作诗的人呢 相同的感受 心怀不平 the author of this psalm also felt the same injustice in their heart 为什么会这样 这从第四节开始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量也撞死 第五节 他们不像别人受苦 也不像别人遭灾样 第六节 所以骄傲如同链子 戴在他们的景象上 强暴向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 第七节 他们的眼睛因为体胖而突出 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第八节 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弃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至高 第九节 他们口亵渎上天 他们的舍会谤全地 第十节 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这个地方说有一些人作恶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一切都很好 那人看了以后啊 就心里不平 特别是这些人啊 他亵渎那些敬畏神的人 但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真的结论会愤愤不平 做善没有善报 做恶没有恶报 那你为什么要做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真的也会这样 好像信仰生活对我们没有实际的帮助 我知道有神 所以我只要每天跟他祷告一下就好 但是信仰不需要太认真 也没有什么用啊 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差别 好 但是这个诗篇73篇这个作者它有一个转变 我们看十六节 我思想只能明白 这是眼看实际为难 用眼睛看是很难了解的 所以要想信仰的事情 要想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单单用眼见 用眼睛来看是很难了解的 十七节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所以他要进到神的圣所 就是要站在神的面前 这样来想他才会想得通 所以很多我们在用眼睛来看 没有用没有用 这个要站在神的面前 用神的眼光来看才会知道有不同 那十七节 诗篇73篇十七节下半句说 思想他们的结局 就是要看 事情要看到最后 神是公平的 但是神的公平有时候 不是在短的时间里面显现得出来 神的公平在最后审判的时候 就完全显露出来 所以那讲敬拜神 做圣工 进食祷告没有用 他是看在一段时间之内 那这一种结论是凭着眼见 用眼睛看 不是凭着信心 因为信心把我们带进到灵界里面 那当我们进到灵界里面 你就发现不但有用 而且有差别很多 他在哪里 十八节 你把他们安在滑地 使他们掉落在沉沦之中 最后这样的人是沉沦 十九节 他们转眼前成了何等荒凉 被恐慌灭尽 二十节 人睡醒怎样看梦 主啊你醒了也必须清看他们的影像 什么是梦 你在梦的时候 看到很美妙世界 那一醒来在哪里 什么都抓不到 有的人说做梦的时候 梦到事业做得很成功 一醒来哪里有 什么也没有 所以梦只是一个幻象 那醒了这个才是实际的 那在神看起来 这些作恶的人很通达 这是一个幻象 因为很快这个就过去了 好像演戏一样演完了 那什么才是真正很实际的 就是站在神面前神怎么审判我们 这个才是实际的 所以这个信仰要凭信心 不能够只凭眼见 如果要凭眼见 有时候要守到里 你守不住 有一个弟兄在开计程车 他信主以后 他说我很诚实 我都是找那个最短的一个距离 但是他所有的同事啊 看到如果外地来的 就是多绕一圈 有的多绕一大圈 那后来他心里真的也是这样想啊 你看我这样在神面前 凭良心这样 神也没有祝福我生意好一点 那他绕了一大圈 反而生意很好 神也没有惩罚他 那所以人用眼睛看的时候 你要再守到里再守下去就很难了 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要怎么看 这个就是最重要 神要怎么看就是神要怎么审判 神要怎么看就是神要怎么报答 这个最重要 所以行道做圣工甚至禁食祷告 不是用祷告完 有没有看得见的世界里面 有没有什么改变 用这样来判断 这样很难做下去 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 那个世代有哪一个人不认识财主 大家都认识 那个世代有哪一个人认识拉撒路 没有一个人认识 因为他是跟人要饭的 但是你想拉撒路他能够持守他跟神的关系到死为止 这就是他的信心 如果拉撒路常常想 神啊我拜你这么久 我还是吃那个财主桌下掉下来的 那你都没有看过我 我拜你要做什么 我不拜你了 他跟神的关系就断掉了 那财主很容易想为什么他不需要拜神 我活得这么好我为什么需要拜神 可能他觉得他已经在天国了 这个都是凭眼见 那等到这两个人都下台了 现在谁认识财主 他已经从历史里面被插掉了 没有人知道 但是现在每一个读圣经的都认识拉撒路 为什么 因为神纪念他 所以我们在持守我们的信仰在服侍神 不能够用眼见来判断好不好 要凭我们对神的信心 要凭着神在圣经里面记载 他将来要怎么对待我 用那个信心我们才有办法继续下去 我们回到七十篇的七十三篇 这一个第三节讲的心怀不平的做事的人 他进到神的圣所他看到什么 二十三节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 你掺着我的右手 二十四节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以后别接我到荣耀里 二十五节 除了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 除了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二十六节 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 但是神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二十八节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所以我们仔细读了这一些 到最后他就看清楚了 虽然做恶的没有恶报 说人做善的好像短时间没有什么善报 但是在灵界里他看到另外一幅图画 做善的人 敬畏神的人 神与他同在 所以他有平安 一个做善 神跟他同在的人 神就是他的力量 那神就是他的福分 二十六节说 直到永远 那个福分就是人的富足 富足 所以一个敬拜神的人 他的富足是什么 他最后的富足就是神本身 是一个财宝 一个宝贝 他拥有神 拥有神你要换了什么 所以这个人到最后他就看出来不同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阿玛纳基书里面在谈 到最后到底不同在哪里 第三章十六节 那时敬畏神的彼此谈论神策耳而听 且有纪念策在他面前记录那些敬畏神 失念他名的人 一个真的敬畏神的人啊 他是蒙神纪念的 这个才是人生最重要的 我们常常要做给人纪念 但是会很失望 为什么 你先来问我们 我们问自己就知道了 你爸爸什么名字 我记得 你公公什么名字 我还记得 我公公的爸爸什么名字 我也不记得 可能诸位还记得 如果记得 那他爸爸什么名字 那大家都不记得 那我们现在再往下推 往下 我们的孩子记得我们什么名字 我们的孙子可能就 那我们孙子的儿子 可能连 那他们也记不得 那他的儿子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有谁能够记念我们 一定是失望的 但是如果神纪念我们 那个纪念是写在生命册上 一到天国报名的时候 进门先翻翻看 哎,有,神纪念我写在哪里 感谢神 好像那请客 你已经到门口了 翻来翻去 没有你的名字 你要坐哪里 出去吧 那一天可能是最快乐 那一天也是可能最悲伤的一天 为什么?神没有记念我 神不认识我 如果神不认识我们 糟糕了 天国去不去 去不去就是下去了 那是何等的可怜 所以我们回到 马拉基数的第三章 十六节 说神有纪念册在他面前 记录那些敬畏神 思念他名的人 能够被神纪念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圣经在讲主耶稣复活 在哥林多千十五章 那十五章节到最后一节讲什么 我们看哥林多千十五章 四五章的最后一节 五十八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 勿要坚固 动摇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多做苦中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 是不突然的 讲到复活最后就是要服事神 为什么 因为不突然 就是将来到神那里 祂会赏识我们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做圣国会很认真 因为这都写在成命车上 好 回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 是七节 神说 神说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必属我 特特地归我 我必连续他们 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十八节 那时你们要归回 将善人恶人 侍奉神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到最后要分别 主耶稣说 两个人睡在床上 一个提上去 一个留下来 可能是夫妻吧 那两个人在田里面做事 一个提上去 一个要留下来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敬畏神 为什么我们要守诫命 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在看得见的世界 有什么差别 最重要是在 当我们见到神的时候 神要怎么对待我们 但这个需要信心 所以 我们在生活当中 不能说 我信耶稣这么认真做圣工 怎么样怎么样 到最后说 没有用啦 这个是顶撞神 你这么认真祷告 进食祷告 没有用啦 这是顶撞神 这是神不喜欢的 这样讲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神给我们有机会服侍祂 让我们有能力来守祂的道 让我们能够在祂面前来向祂祷告感谢 这个都是恩典 这个都是恩典 and to be in His presence before Him to praise Him and to keep and this is a blessing 所以我们要 纪念神给我们的恩典 so we need to treasure or be appreciative of the grace that God gives us 好好地把握 and to treasure them 我们来唱诗 我们来唱诗